龙墨重彩化税砖,我的大学是真实的,湖南税务专科学校是我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笔。 1987年的九月今秋我怀着许多心愿走近了,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税务专门学府。 湖南税砖,崭新的学校坐落在长沙井文子与洞井铺之间的一座风景秀丽, 林木碧天,茶花烂漫的山上,头枕香江水,嘴咸植物园,昨晚长沙女子大学, 有间保险干部学院,学校的山脚下那条异常繁忙的玉带, 就是连接长珠潭三座最重城市的陆路交通要道,也是南下广东的主要干线。 从公路到学校之间只有一条近八百米的柏油马路, 一二十度的坡比向上延伸至校门,马路两旁的田野里秋风翻起着金波, 呈现出一片蜂祸的景象。 学校海拔不高,绝对高度应在百米开外,是一座秀丽灵气的城边小山林。 书校门四层六十九级台阶红伟气派,两侧比宝松点头, 山茶花微笑,仿佛在说,新生们,欢迎你来门来湖南睡砖。 十级而上东配楼,教学楼,西配楼,图书馆映入眼帘, 尽力于领音之中,让人心旷神仪,心潮澎湃,思绪万千。 一中学前的尴尬经历已成过往, 看从税五年的思考与拼搏颇颇有值得, 想从今以后的道路会更加光亮, 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失重之感。 1984年税务分社,国家面临税务人员素质及待提高的问题, 税砖数国家税务总局所拓开设了两个税务专业师资班, 一班以南方学生为主,二班以北方学生为主, 主要目的是为全国税务中专学校和各省税务培训机构培养教师, 我有幸被录取到了师资一班, 师资班所开课程除政治、经济、财汇、税收等公共课程与其他专业相同外, 还开设了心理学、教育学、演讲与口才、 书法等涉及教育教学方面的专门课程。 通过对这些原来没有接触过的学科的学习, 使我在另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有所拓展, 为自己的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税砖这两年是我财税知识得到专业化、系统化提高的两年, 虽已有五年实践工作经历, 其间也陆续自研了很多财务会计知识和税收法律法规, 实践操作也还能跟上节奏, 但大多还处在碎片化的阶段。 两年里,我不能懈怠,不敢懈怠, 因为那时我已真正体会到了自己的肤浅, 自己需要深造,需要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来完善自己。 四个学期时间很短,日不我语,我需努力。 通过对税务管理、会计学原理、工、商业会计等专业学科系统的学研, 对其理论、年理、精神的理解, 有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知的飞跃。 税砖这两年是我思想成熟, 政治进步的两年,过去五年功龄, 辗转三地,为了能尽快适应具体工作,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当学徒、 学业务,应对繁琐的现实工作上, 政治上要求进步好像还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, 具体内容较为模糊, 出入到,实务性工作都应付不过来, 哪有想那么多, 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经常关注的是哪个, 今天又爱了科长的批评, 大学里设有学生党总支, 班级设有党支部, 人的思想改造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 随着学识的增长, 社会面的扩充, 好坏居之判别力的提高, 每个人都会重新审视自己存在的意义, 存在的方式, 从而全方位的规划未来, 数学第二学期我担任了副班长, 后又担任班长, 校学生会体育部长, 校排球队队长, 篮球队队长, 足球队副队长, 除了读书外增加了许多的社团活动, 平添了一些工学矛盾, 但真是从中得到很好的锻炼, 学会了如何解决工学之间矛盾, 同学之间矛盾, 师生之间矛盾, 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, 处理问题能力的提高, 对今后的工作大有比一, 觉悟的提高, 思想的升华, 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, 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都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, 至88年6月经组织考察批准, 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 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, 睡专这两年是我收获泼风的两年, 收获了才艺, 我们的中文老师是一位很年轻漂亮的女老师, 那是好高傲啊, 让我们蠢蠢欲动的心安下去又浮上来出自红孩儿同学语录, 他挑起同学逗同学的本事堪称一绝, 锁出辩论题目快不是为了文凭, 让正, 反两方大战一百回合, 面红而赤, 旗鼓相当, 不是为了文凭, 就是为了文凭, 谁是谁非亦是难有定论, 我的定义是为了追求与知识, 能力相匹配的文凭, 实现内在与表象的统一, 用揭示文凭的内在意义来绕开单纯的事与否, 寻求正方, 反方, 裁判方共鸣的答案, 从而结束战斗, 两年间在学校指挥大合唱, 组织球类, 棋类比赛, 带领篮球, 排球队征战长沙地区高校精英赛等活动中尽心尽力, 为校争光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不少荣誉, 收获了友谊, 师生知情弥足珍贵, 填补了我中学时代的确实与遗憾, 班主任下职老师, 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 看上去很老成红孩儿同学评语, 笑起来很寒厚, 一双大眼睛随时可捕捉到你的违法乱级行为, 没有这几把刷子, 他这班主任面对一群拿着薪水, 有时间工作精力的成人, 中间还有当官的有限局副局长, 有税政股副股长怎么当得下去吗? 其实他很护独子, 班上好多坏人坏事他都私下单独教导, 真良事一友啊, 莫看他后来官智省某单位的处长, 但现在在1987夸夸群里的奇迭为老顽同级。 朋友好, 这期视频比较长, 我们分两次发布, 期待下周末与您再见。 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